现在呢,我就把这个话筒传递给我们的主讲嘉宾,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首先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耐心合作。 太前马甘尔尼勋爵帅团来到中国,名义上是捕贺乾隆皇帝的巴士大兽,实际目的两个,第一是通商,第二是传教。 马甘尔尼的浩浩荡荡的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中国官方坚持马甘尔尼勋爵,见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必须行三跪九后之旅。 什么叫三跪九后呢?就是跪下,磕三个头,站起来,再跪下,再磕三个头,再站起来,再跪下,再磕三个头,再站起来。 那么马甘尔尼勋爵,说可以,但是出于两国外交的对等,中方必须派一位官阶和他相同的大臣,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后之旅。 那么这个,这个要求当然是,大清王朝断然不能接受。于是乾隆皇帝指示他的下属,对马甘尔尼,降加开导。 在这个开导当中,乾隆皇帝表现出天朝大国,天子的庸庸大度。 乾隆皇帝说,正很体谅你们,英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容易。 正也体训你们,洋人有打绑腿的习惯,把绑腿跪下来,不要紧。 正恩准你下位之前,解开绑带。 跪完以后,正还恩准你们再把绑带绑上,这不是挺方便的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结果是不可以 结果是这一次出事不欢而散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当局 坚持要行这个三费九扣之一呢 很简单 在我们当时中国人的概念中 我们是天朝 天朝的天子是万民之主 就是我们的天子 这样一个中国观和世界观 在鸦片战争中就被 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得粉碎 中英南京条约特别有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就是以后两国公文来往 应称作赵会 那现在已经是我们都知道的外交官邸 但是以前是不知道的 以前我们给 外国的使节们的这个文书叫上语 我甚至猜测可能这个外国的使节住到宾馆里面 前任皇帝会派一个大太监 去下层 供天承运 皇帝遭约 儿等福远万里 持份辛劳 刺烤鸭一枝 亲子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中国人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 才学会和世界各国平等交往 但是等我们学会平等交往以后 接下来的 是虚拟 是隔离赔款 丧权有多 给中国人刺激最大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 甲午战争 因为这以为是对我们一贯瞧不起的 罪而倒移 那波克给打败 第二件事情对我们刺激最大的是 巴黎国会 因为甲午战争 不管怎么说 我们是打败的 只能含着眼泪牵到马关桥远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我们是战胜国来的 所以这个战胜国在巴黎开会 当时规定所有的与会国案等级派出代表团 一等国五名 二等国三名 三等国两名 中国政府想都没有想就派出了五人的代表团 到了巴黎才知道我们是三等国 只有两个代表团 最后没有办法 是五个代表轮流开会 这个流谁都不如呢 连巴西比利时塞尔维亚都不如 巴西比利时塞尔维亚 开始定的是三等国 最后经过争取升格为二等国三个代表团 中国梦的主题 当然是强烈 因为我们受欺负 我们被柔力 我们被欺负 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 至少我们也要能够 理直气壮的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力 问题是怎么强弱 什么叫做强弱 什么叫做强大的国家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 晚清时代 我们的一些先驱 一些有识之士 对此有不俗的一些 这些人包括 徐介舍 郭松涛 这个 谭世彤等等 徐不成 他们的一个共同观点是 一个真正的强大的国家 它的标准绝不仅仅是船坚泡利 也绝不仅仅是财大起初 首先是政治文明 道德高手 只有政治文明 道德高尚 才配成为强弱 也只有政治文明 道德高尚 才能够成为强弱 谢谢诸位 为我们的先贤门鼓掌 问题是怎么办 先贤门开始的办法 是像西方人一样 实现奴家的政治理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呢 这些先贤们有一个共鸣的认识 这个这个 有一个共识 这些先贤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世界上最文明 最先进的国家 三代之前 是中国 此刻是欧美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祖先 我们的先责们 我们的圣人们 创造着文明 和先进的理念 被败家政给丢光了 反倒是欧美这些国家呢 把我们这些好东西发扬光大了 他们说比方说 虚军共和 这不就是孟子说的 名贵军亲吗 比方说西方人的竞选制度 这不就是理记里面说的 选贤举能吗 比方说西方人的国会议员 不就是咱们以前的一些 为民请命的相声吗 就比方说美国总统华盛顿 那不就是善让天下的摇顺吗 你看 我们的好东西都在他们选 那么这个说法呢 我们现在看起来 未免周伯伍 周伍伍 郭忠涛有一个观点 他说英国因为仁爱兼智 以至于环海归心 就是我们古代 讲的这个人政啊 德智啊 天下灰心啊 德智就是这样 你还在海外多少殖民地啊 这个是走投入国 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都是抢来的 八蛋 不是什么仁爱兼智 美国在美洲 屠杀印度安人 也不是什么仁爱兼智 这是走投入国 还有他们说 西方人 很有力量 很守秩序 秩序竟然 彬彬有力量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 礼教啊 我看这个也大力量 这个中华文明是讲礼教 讲礼让 西方人也讲礼让 可是西方人的礼让 是女士优先 我们的礼让 是什么呢 领导先走 请拿着想像这个能一样 还有西方的三权分离 我们古代有对应物吗 三权物 西方的政党轮替 我们古代有对应物吗 盖朝犯贷 还有西方的宪法 我们有对应物吗 四数五金 对不对 我们总部会 最高法院在 判一个案子 是否违宪的时候 找出来的 是乖乖拘旧 所以参众两院 根本就没有对应物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 也不要苛责 相反 我们的先贤们 能够这样想问题 我觉得已经非常要不先了 当我们向中国梦的 践行者制定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他们 问题是何语 何语至此 这就让我想起来 马斯 在路易波拉巴的 5月18日 这篇文章开头的那段名言 马斯说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人们不能随心所欲的 创造自己的历史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 会像梦魔一样 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以至于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 人们就会战战兢兢的 请出亡灵 穿上他们的衣服 拿着他们的武器 喊着他们的口号 演出自己的活举 所以我们还要回过头来 看一看 在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人有过梦吗 如果有 是什么梦 我的结论是 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人的梦 是天下梦 天下梦和中国梦 有什么区别吗 天下梦想的是 人类怎么样 中国梦想的是 中国怎么样 天下梦想的是 社会怎么样 中国梦想的是 国家正面 那么鸦片战争之前 我们的天下梦 是什么梦 首先有两个 一个是大同 一个是小康 这两个概念 是儒家的经典 《礼记》《礼遇》篇提出来 大同和小康 有什么区别 大同是天下为公 小康是天下为家 表现在政权的 隆迹 权力的交接 大同是善让 小康是世心 也就是说 大同和小康考虑到 是权力的问题 权力归随 天下者 天下人 是天下人 权力来天下之公寄 这个就叫做大同 就叫做天下为公 因此 他的权力的交接 是善让 如果这个权力 归了一个家族 这叫天下为家 因此他权力的交接 是实际 那么这样一看 就很明白 大同比小康考虑 所以晚清的这些有识之士们 基本上有一个共识 就是美国的共和联邦制 比英国的虚军立宪制好 在君主立宪制当中 英国的虚军立宪 又比日本的实军立宪好 为什么呢 从实军立宪到虚军立宪 到共和联邦 美国的制度最接近中国人的大同理想 这当然只是 一部分人的关键 不是统治者的关键 新朝统治者的关键也很简单 最好是别变 什么都别变 万不得已要变 学日本人 至少也要保留一个 大清王朝君主 万事一系 永远遵从 而维兴派呢 比较倾向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革命派呢 倾向于美国式的共和联邦 这就是大同理 那么小康呢 那大同好简单说 大同呢 实际上所谓大同事之事 大同社会 现在看过来 就是原始社会 向国家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 我称之为部落联盟 过渡到国家联盟的阶段 是文明的起点 那么小康呢 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州 到春秋 那这个社会呢 我没时间展开讲了 就非常简单的说 它是基本上是中宫的一个政治理想 中宫的这个政治结构呢 包括三个部分 三个制度 第一个是中法制度 第二是封建制度 第三是礼乐制度 中法制是社会制度 封建制是政治制度 礼乐制是文化制度 三个一体 一贯制的一个思想 就是以人为本 以德制度 以礼为制度 以乐保证和谐 就是用礼 把大家规范起来 你做前排 他做后排 你做中间 他做旁边 把自己都规范好 然后呢 用乐呢 使大家感到内心平衡 非常和谐 这就是小康 所以在吴家的眼里 大同是无忧无虑 小康是有德有序 小康也不错 所以孔子才说 武器为东周 孔子也知道 大同社会回不去了 实在不行 回到东周也不错 可惜连这个梦 也是不能实现 使皇一剑定前分 秦始皇一统天下 兼并着其他的独立主权国家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朝 从此 小康弄作成了 百代皆行秦政制度 从秦汉一直到明清 全部是郡县制的帝国制度 这个时候 无忧无虑是不可能 有德有序 也很分 能过一个安生日子 就不错了 因此这个时候 中国人开始做第三个梦 叫治世梦 就是不要天下大乱 天下大书 天下大书的标准是什么呢 封条与顺 国泰民安 正通人和 谁能做到这三条呢 第一靠老天爷 封条与顺得靠老天爷 剩下的国泰民安 正通人和靠什么呢 靠三种人 第一种叫圣巨 第二种叫清官 第三种叫侠客 最好是有一个好皇上 好皇上的标准有两条 第一是仁慈 第二是明智 仁慈的皇上叫仁君 明智的皇上叫明君 又仁慈又明智的叫圣君 皇上不行 打个折扣 我头顶上的父母官是一清官 也行 如果清官也盼不上呢 只有坐侠客目 盼望有一个侠客 半夜入县衙 取了贪官手机 所以三国演义的尊流便超大的人行 因为在刘备集团里面 刘备就是圣君 诸葛亮就是清官 关羽和张飞就是侠客 三个代表三个梦 那么请问如果连侠客梦都做不成 怎么办呢 只好读武侠小说 金英先生大喜的喜悼不是没有原因 这是什么 这叫做越来越没有指望 而且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从大同到小康到治世 这三个梦是王二小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怎么办呢 于是1949年以后 中国梦有了新的版本 这个版本的主题 仍然是大同梦 它的标志性的表现 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这个东西 那就是东西 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 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 它即便不是按照大同的这个模式打造的 它也有大同之士挥之不去的影子 有个大同是怎么讲的呢 大同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条 这个财货不必藏于挤 就财产 不要藏在自己家里 那人民公社它土地都交出去了 牛都交出去了 当然不藏在家里 第二的 劳动的不必为挤 而人民公社机器生产 阿文芬 它也是不为挤 大同之下 劳有所住 人民公社有进老院 重有所用 人民公社社员都干活 又有所长 人民公社有幼儿园 有食堂 有托儿所 有学校 观光孤独 残疾者皆有所养 人民公社有幼儿固 大同之士还有一条特别的 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那人民公社的社员 大概都是过积极生活的 而路不时宜 业不必户 那当然是提供应有之义 当然是路不时宜 业不必户的 因为你财产都交出去的 你还逼什么乎 那油都是生产队的 你去乎干嘛 人民公社的 结束的代表就是大战 在那个时代 大战是人民心目中 的人间前 我现在还记得 多数大战的故事 怎么被人躲送水上 一刀青河垂 一座湖头山 大战的酒在那山下边 天空两年我 成这一天平战 成成那个一天平战 战 护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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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光闪闪喜气多 社员梦里 都消沉添 这咱们两个 我们知道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 一个农民的过上这样的日子 确实是好 确实是梦里的消沉添 这确实是中国梦 我就纳闷了 牛羊胖子 从新房企业展展 抗畅花卉 被我腿里娘冒尖 这不是现在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这个 怎么样会不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个中国 我们是不能够把它理解为国家理想 实际上人民公社的构想 更多的来自墨家 墨家的思想 墨子的思想 最重要的是两个概念 第一个叫做 兼爱 第二个叫上空 表现在分配原则 自食起义 暗脑举 表现为人事制度 机会均等 能上能下 表现为人机关系 互进互外 平等 坚爱 这就是墨子的坚爱 表现为主 组织纪律是什么呢 用墨子的话说 叫做上知 是知 彼亦 是知 上知 非知 彼亦 非知 指领导说是 大家都说对 领导说非 大家都说不对 村长意见不统一 听村 村民意见不统一 听村长的 村长意见不统一 听乡长的 乡长意见不统一 听大夫的 大夫意见不统一 听国军的 国军意见不统一 听天子的 民主集中制 这是墨家的机 这些 就是公社的原则 所以人民公社的 实际上更多的 来自墨田 包括 我们现在 年龄比较大的 这个老朋友 我们都应该知道 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干部参加劳动 比如说 自己分身 坚持分度 比方说知识分子 和公共群 都相结合 这些思想 在墨子那里 都有 人家都有实践 墨子本人 粗茶淡饭 草鞋不依 终身劳度不止 墨子的学生 秦天一身雨 秦天一身汗 雨天一身泥 风里来 雨里去 腿 小腿上面 要磨得没有毛 脸晒得像霉碳 肌肉鼓鼓 这才构格 当一个墨子 这就是当年的知识青年 所以我曾经说 墨家是社会主义 而且汉武帝 罢处百家 独尊儒术以后 儒家成了公开的执政党 法家成了暗中的执政党 道家成了参政议政的在野党 墨家成了地下党 农民出身的领导革命的毛泽东 对墨家思想情有独钟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他自己不这么说 他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什么意思 社会主义加法加思想 这就和我们前面说的 晚清诸贤们不一样 晚清诸贤们是资本主义 加古家思想 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 因为晚清诸贤 包括谭思彤 对法家对秦始皇 是恨之入骨的 谭思彤说得很清楚 2000年之政 皆秦政业 2000年之政 秦政业 皆大道业 大强道 2000年之学 寻学业 皆相怨业 伪君子 从秦 叹到明清 中华大力上盛行的 就是大强盗 统治下的伪军 随到最后获守秦始皇 法家 毛泽东是 韩子彤的湖南老乡 年轻的时候 有的韩子彤的粉丝 他不会不知道 何况 这个法家是没有大同梦的 毛泽东如果要做大同梦 他为什么要去找法家呢 我的破解是这样的 毛泽东有两个梦 一个是大同梦 还有一个是强国梦 大同梦 更多的 是来自莫家的思想 强国梦 就要靠法家思想去实现 因为法家 是讲动政 先秦诸子 如莫道法 莫家讲逻辑 如家道家 法家讲矛盾 但是 如家讲矛盾的统一 综合 道家讲矛盾的转化 或惜不知所依 不惜或是所复 好事变成 败事 败事变成好事 讲转化 法家讲矛盾的斗争 而且韩非的说法是 冰炭和铜器而久 寒暑不坚持而至 烧红的炭和冰 能够放在一个 管理吗 冬天和夏天 能够同时到来吗 不可能 不可能的结果是什么 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边是西风亚的东风 法家的哲学 就是斗争的哲学 毛泽东的哲学 也是斗争的哲学 很对他的思想 也很对他的为何 因为毛泽东 说得很清楚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以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他喜欢多 而且这个能跟 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说话 接上过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一开始指出 一切至今为止 一切人类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那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 加上法家的斗争的哲学 结合在一起 这就叫马克思 这样的情史法 于是就有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 结果众所周知 强迫梦没有实现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大同梦也没有实现 整个国家遭受到空前的破坏和水平 当然我们不能以成败文经的群 但是我们不能不反思这个教育 教训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这里 那就是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什么 一大二公 文化革命的口号是什么 破斯立功 大同梦的内容是什么 天下为公 一大二公 破斯立功 天下为公 一以贯之的功 但是大同梦讲的功 是政权来天下 是功器 是讲功权力 而毛泽东要做的事情 是把财产 和精神都要充公 都要公有化 这就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复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得很清楚 一切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 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在共产党宣言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因此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没有个人 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就没有共产主义 因此这种破斯立功的思想 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只能是法家的 法家的思想很清楚 一个国家只能允许两种人存在 除了君主和官员 除了君主和官员以外 一个国家只允许两种人存在 一个是农民 一个是战士 农民种钱 战士打仗 也就是说 在法家眼里 人民或者人 个人 是工具和机器 工具要什么权利呢 机器要什么自由呢 这当然有我们的文化背景的原因 中国文化的思想认课就是群体意识 中国文化从来就是把群体放在第一位 把个人放在第二位 因此据金官 涛先生的检索 民主共和这些概念 横早就传入了中国 为中国人所接近 接受 因为他能够和我们的大同思想接轨 而个人 个性 这些观念 要到五四运动以后 才为国人知晓 那么这样一来 就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从晚清 朱贤 到后来的人 在西方政治制度当中 最推崇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 就是美国的共和制度 联邦主 那么那最接近大同 而非常有趣的是 在西方国家中 美国是最个人主义的 没有美国人的个人主义 就没有他们的独立学研 没有他们的独立学研 就没有他们的联邦宪法 没有他们的联邦宪法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美利坚合纵国 个人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难道是很小看吗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 其实还有一家 是非常注重个人 那就是道家 尤其是道家当中的杨柱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是没有办法讲的 如果 各位有兴趣 我在这个演讲 置入一个广告 各位有兴趣 请读我的 《我三知识》这篇章 我在《我三知识》里面 提出了一个观点 叫做杨柱的思想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 人权宣言 非常注重个人 也就是说 道家也是追求大同的 道家也是有大同梦的 但是道家的大同梦是什么呢 用庄子的话说是 上如标之 民如野物 领导 行通虚设 如家的这个大同梦 是要有领导的 只是这个领导呢 他可以经过选举 散让 才是 末家的大同梦 是一定要有领导的 这个领导 就是扛着锄头 带头下地干锅了 而道家的大同事 最好没有领导 人民群众 想干嘛干嘛 爱干嘛干嘛 所以说 道家的大同梦 是个人主义的 洛家的大同梦 是集体主义的 儒家的大同梦 是折中主义的 这叫一个梦想 各自表述 讲到这里 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 也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 在上个世纪 发射了这个 七十年代末 街上流行喇叭裤 喇叭裤就是 大腿和臀部 包得很紧 在膝盖以下分开 像一只喇叭 在当时呢 是所谓问题青年的标准着装 所谓问题青年 就是北京人说的 普通串子 成都人说的该瓦 武汉说的有错过 上海人说的想一声 这种人呢 标准着装是 上身穿T恤 下身满花骨 一样上带蛤蟆镜 手上提个收入器 唱着邓丽君的 赌汤叭花 你不要财 那个 标准的问题青年 那么这种着装 后来就传入了大学校园 当时有一所大学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校方呢 觉得我们新时期的 这个大学生 这个不能是这个样子 决定对同学们今天思想政治工作 做了一个很人性的做法 就是在这个学校的 最重要的一个路口 贴出了一幅大标语 标语上写着 喇叭库 能吹响 像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 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做得非常有这个艺术 是人性 所以我们的同学就在大标语下面贴着一个小标语 请问什么酷吹的鞋 这个故事在这个我们改革开放头十年 大家听过就算了 一笑表迟 当时十年不错 我对这个故事产生的反思 因为我发现改革开放头十年 走在全国人民最前面的 改革开放最成功的 对全国人民争相仿效的地方 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广东 广东的居起 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库 但是必须归功于广东 对个人权利和个性自由 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 这才有了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广东经验 这才有了关注民生 自由言说的南方视角 才有 才有了南方贸易集团 才有了南方周末 于是我们发现 尊重个人权利 尊重个性自由 离大同最近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有强国 我们为什么要使我们的祖国 富裕强大起来 依我看 归根皆底 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 没有每个个人的幸福 就没有人民的幸福 没有每个个人的未来 就没有人民的未来 因此 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每个公民 都成为人格独立 意志自由的个人 如果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 富裕起来 我们的人民 话都不能随便说 饭都不能随便吃 衣服都不能随便穿 这样的强国 我要他干成了 把每个公民 都变成没有独立人物 没有意志自由的 此能和螺丝地 组装起来的将是一部机器 一部没有人性的机器 一部杀人的机器 一部毁灭人类的机器 在法家思想指导下 建立起来 秦王国和秦王朝 就是这样一部机器 他二世而亡 活该 实际上改革开放 三十年 中国发生的最大的召唤 我认为 就是我们的每个公民 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或者说 有了选择的自由 比方说 农民可以选择进入大公民 工人可以选择下的经商 大学生可以选择自主择业 所有的人都可以跳槽 当然这些选择并不一定都成功 这些选择也并不一定都主动 但是能够选择 敢于选择 救治成功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从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和下半叶 实际上中国人各有一次 伟大的解放 第一次解放 就是五四 五四以后 我们中国人获得一个大解放 是什么呢 自由恋爱 不必包办婚姻 我的婚姻 我做主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的变化是什么呢 我的职业 我做主 在我看来 无论是我的婚姻 我自己做主 还是我的职业 我做主 背后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精神 我是公女 我是人格独立 意志自由的个人 我的权利 我主张 我的事情 我做主 与此同时 中国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我们可以不再集体做梦 我们也可以不再在同一个框架 同一个体制内做梦 我们可以做个人的梦 我们可以做自己的梦 我们可以想怎么做梦就怎么做梦 我们甚至可以同床异梦 现在我可以来总结一下 从我们的缘故 到我们今天 我们中国有的三个梦 这三个梦就是天下梦 国家梦 天下为公 大同梦 国家梦 富国强军 强国 个人梦 自我实现 幸福 天下梦 国家梦 个人梦 大同梦 强国梦 幸福梦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几千年来的三个梦 这三个梦 是互为前提 彼此成全的 因为没有社会的进步 国家的富家 个人也没有前途 但是 如果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没有每个人的自我实现 那么所谓国家 富强也好 社会进步也好 也都是没有意义的 要实现这三个梦 我个人认为 既要追求 又要反思 更要实践 中国道路 不是理论问题 是实践问题 关键在里 我们每个人 怎样一步一步的 往前走 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逐步的实现我们 中国人的梦想 这就是我对中国梦的 一个简单的解释 我认为 我认为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梦 就是社会进步 国家富强 个人兴趣 这个梦可以实现 这个梦 应该实现 谢谢 还可以提供 那么现在接受 现场观众的期待 因为我们的时间 非常的紧张 这边要求我们 准时结束 今天的梦想 所以请习问者 简单明了 把你的问题抛出来 不要发表 个人感想 请 哎呦 抱歉 这个 这个是牵涉到一个文化问题 这个问题我是今天三言两语 说不清楚的 非常抱歉 好 下一位对不起 移动脉 你好 你好 我讲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人在讲 演讲的过程中 演讲的过程中 讲历史和讲现在的时间比例 我理解大概会是 四比一 但是或者长期的比例 可能是像的消散是一比四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是 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人 他们更希望 能够解决自己的现实的问题 和现实的思考 而我呢 更多的希望能够 理清这个思路 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思路 理清楚的话 我们往往对现实的这个 关照是一种短视的 中国有太长时间的 这种文明史 实际上中国现在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几乎都能够在历史上找到它的对应度 你都可以发现它不过是历史某些事件的从业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历史上的这个病根把它挖出来 我们永远都是 头疼一疼 脚疼一脚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历史发展轨迹是由共同体到 亚西亚社会 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 这和你刚刚提到的天下梦 天下梦到国家梦到个人梦 有什么联系呢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现在西方社会民主之下 也实际也是一个自由个人的联合体 就你这个三双双和马拉斯的双双有什么联系呢 问题实在是太学出了 这个时候应该说有观点 我最简单的问题 应该是有观点 老师您好 我提两个问题 您认为就是刚才您所说的梦 在中国能实现吗 第二个问题 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 我说的这个社会进步 国家富翔 各位的幸福 这个梦 我认为可以实现 因为我们已经多分地实现 我们朝这个实现 全面实现的目标 越来越近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第一 是一个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的国家 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历来被 视为我们的骄傲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我们的包袱 在这样一个浮原广厚的国家 尤其是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农民 我们还有那么严重的三轮问题 这个梦的实现 不会是一处而就 至于什么时候实现 很抱歉 我不是算命先生 但是我个人希望 在我的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 对于时间的关系 已经不能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就挤压了后面 龙英台先生的一些点点 时间 这是不到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以热烈的掌声 请出我们今天的 第二位嘉宾 龙英台先生 谢谢大家